大家好 歡迎收看群人現場 我們持續帶來聚焦這個最近消息 這是美軍的第六艦隊所屬的 黃蜂號兩棲攻擊艦 一號在抵達土耳其的第二大港 伊茲密爾訪問的時候 沒有想到艦上的官兵上岸遊玩時 居然被當地的民眾抗暴地襲擊 還嗆聲說要他們滾回到美國去 好 可以看到這是當下的畫面 這是黃蜂號靠岸之後艦上的官兵 然後他們自己就穿著 他們自己的便服 也不是穿軍服上岸觀光 那其中有一名美國陸戰隊的成員 就被當地的土耳其清聯聯盟的成員 團團圍住 然後從他的後方蓋布袋的方式 蒙住他的臉 其他的人趁亂一陣拳腳打踢 好 那現在呢 也吸引了其他的美軍 趕快到現場來救援 才讓他可以成功脫困 由於土耳其跟美國 其實都是北約的成員國 所以事件發生之後 土耳其立刻就啟動了調查 也火速逮捕了涉嫌闹事的15名嫌犯 好 接下來這件事情 可能也會讓美軍有所忌惮了 就是中俄之間 現在又被發現一個新的市政 就是深化軍事上的合作關係 而且是史上首例 現在這是根據日本的東京大學的研究機構 他們公布了幾張的衛星照片曝光了 可以看到解放軍的戰機 就被從高空這樣拍下 他們是首度在這個俄羅斯遠東地區的 楚科齊這邊的阿納德爾空軍基地起飛 事件要往回推 是在7月24號當時被拍到的 當時就被這個衛星照片拍下 有一架俄羅斯的圖95MS轟炸機 以及解放軍的運20 從俄羅斯的基地起飛 這邊其實距離美國的阿拉斯加非常近 僅僅只有600公里而已 然後算一算呢 其實這軍機的起飛的時間 只要花20分鐘就可以抵達到美國的領空 也因此對美國來說 是一個蠻大的威脅 好 當時其實日本方面 是針對俄羅斯的相關地區 遠東地區的這個空域的部分 來進行重點調查 畢竟也有可能 如果俄羅斯在遠東地區的軍機 或者是軍艦有所活動的話 也會對日本來說是個威脅 就意外發現說當時的中俄軍機 是從這個阿拉斯加海岸起飛 也拍下了這麼幾張的這個衛星照片 也顯示出中俄之間 在軍事的合作的部分更加的深化 好 當然現在俄羅斯軍事專家就進一步分析 這真的是前所未有的 因為阿納德爾軍事空軍基地呢 其實在俄羅斯的聯邦戰略核動力當中 扮演著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有許多非常特殊的軍事機密的一些彈藥 還有燃料的儲存 還有飛控跟通信識別系統等等 所以現在中俄合作 尤其是選在一個這麼敏感的軍事基地來合作 當然也是兩軍的互信增加了 不過同一方面也是對於美國 甚至是日本有一些威脅 好 當然看到這是日本 對於中俄軍事的持續深化有所忌憚 現在根據日本媒體進一步的報導 日本自衛隊的鳥海號神盾驅逐艦即將要升級 而且這一次是可以搭載具發射能力 就是美制的戰斧飛彈 好 反映出日本其實現在的國防策略也有所改變 從過去的自我防衛 現在是朝著積極的態度來邁進 好 中俄軍事合作的擴大威脅也增加了印太地區的防禦 這是包括了這個澳洲的智庫 他們就建議他們自己的空軍 應該是要以AUKUS的名義 向美國採購最新部署的B-21轟炸機 當然就是要增強印太地區遠程的打擊能力 好 持續要來看的是中國大陸的航天集團 在今天上午9點22分的時候 是從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是使用長征4號以運載火箭 成功將搖桿43號02組的衛星發射升空 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 發射任務獲得圓滿成功 改衛星主要用於開展低軌星座系統新技術試驗 此次任務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533次飛行 這一次火箭發射的飛行路徑 是會經過台灣防空識別區的西南部 朝西太平洋方向發射的 但是這個高度是位在大氣層的外頭 其實對台灣是沒有危害的 好另外來看到的這是俄羅斯總統普丁 進行了一次外交出訪 但是這一次的外交出訪 外界就很擔心或者是說在討論說 他有沒有可能因為戰爭罪而被逮捕呢 其實他在2號的時候 已經訪問到了蒙古國這邊 受到了高規格的禮遇 在今天才是重頭戲 因為他和蒙古的總統呼日勒蘇赫來會晤 外界就分析說其實雙方談的是經貿的議題 這個是聚焦會在西伯利亞力量2號天然氣管線 在蒙古國當地的合作以及推進 蒙古的總統是特別迎接普丁 畫面上可以看到雙方這樣有說有效甚至還一起解決 檢閱了軍隊 那之後就進行了一系列的會談 這其實是國際形勢發言 就是ICC在去年的3月份 在這個烏克蘭戰爭之後犯下戰爭罪之後 就對普丁發出了逮捕令 這是普丁之後首度出訪ICC的成員國 所以外界非常關注的是蒙古會不會有動作逮捕普丁呢 烏克蘭同時也嗆說如果蒙古不逮捕普丁的話 就要共同承擔戰爭罪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御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我來自施堡 嗎 我來自施堡 逼充 你 我考慮